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欸 桌上好像少了一樣 小朋友 快想想是少了什麼呢 沒錯 少了營養胡蘿蔔奶油派 沒關係 我不愛吃胡蘿蔔 為了國王的飲食健康 小朋友 快跟我去找出甜點小偷 走 別急 迷迷花園是個大迷宮 小偷一定得找到迷宮出口才可能出得去 迷宮 進去會迷路嗎 又怎麼到出口呢 偷偷告訴你們 迷宮裡的問號 不只是犯人的線索 還能帶你們找到出口喔 真的嗎 謝謝國王 小朋友 我們馬上出發 快快快 往這邊 別被困在裡面喔 該走哪邊呢 找到問號了 再仔細走走 哇 好多不一樣的標誌喔 問號的顏色看仔細 別選錯喔 有了 是這個 加油 出口快到了 怎麼沒路了 怎麼沒路了 回來是這 找到問號了 又有一個洞啊 柳大臣 抓到甜點神偷了嗎 沒有看到啊 怎麼可能 迷宮只有一個出口啊 快想想 我們是不是遺漏了什麼 有了 趴穿地洞逃走了 柳大臣 快把咪咪島上最會挖洞的動物 統統找過來 是的 國王 咪咪島上最會挖洞的高手有 土坡鼠小姐 兔子先生 晚熊弟弟 是誰偷走了派對的甜點 嗯 晚熊弟弟帶著眼罩 我覺得很可疑喔 想知道是誰偷的 很簡單 柳大臣把在迷宮裡搜集到的 三個問號線索打開 小朋友 誰的毛是白色的呀 誰的尾巴跟別人不一樣 誰有迷人的紅眼睛呢 對 我記得神秘一字 就是這雙紅眼睛 耳朵及大腳丫 最重要的是被偷的蛋糕 是國王不喜歡 但是是兔子最喜歡的 紅蘿蔔口味 所以甜點小偷就是白兔先生 恭喜小朋友得到迷迷偵探徽 還找回了胡蘿蔔奶油派 這個派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的任務順利成功